嗨,大家好 我是Eric,你们都应该认识了 所以在这里面有人问我说 能不能跟他一起分享 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我要怎么去做出这么多东西出来 其实这样吧,这是个人的吧 这个你们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就是在时间管理方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策略 而我自己是这样排吧 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呢 就是会先列出来 然后列出来之后呢 我就会放进我的calendar 我们大家都有iPhone 都可以把它放到calendar里面 那么每个月应该在哪一天要做的东西 我都会放一个recurrence 一个recurring的reminder在里面 那么在里面呢 我通常会以这整个一整年的这个 schedule 然后呢就开始排 然后排到一个月 一个月排到一个星期 然后一个星期里面排到每一天要做的东西 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 从一个很大的一个 date 然后慢慢的排进来 然后呢 在那边排进来的时候呢 我就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在calendar里面 每个人都可以的 每个人在想我没有时间做calendar 我们都是工作人士啦 专业人士啦 那么都不讲time table了 可是我们就已经忘记了一个东西 最基本很基本的东西就是 在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呢 我们都有这个 我们都会有这个time table 这个time table 来告诉我们几点要上什么课啦 什么时候上什么课 带什么书本啊这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这样排的啊 那么我排的时候呢 我会排到很像从年的 排到月的 再排到星期的 然后再排到这个天的 所以在这个天里面的呢 我就会开始排 从早上一开始起床 我就要做什么东西 做什么也做什么东西 那么很多人都说 OK我早上六点起床 然后我七点要做什么 八点要吃什么 九点要上班 十点要吃水啊 十一点要开什么会啦 其实不应该这样排的 我个人啦 我个人觉得是 应该是我 我通常是从后面排到前面来 我是从后面排到前面来 那么我从怎么排呢 呃 就是说 我的今天的最后一个appointment 或者是最后一个task 我就会排了 好像到了晚上的时候呢 我需要跟一些Europe的人开会啦 开会啦 做一点meeting啊 那么我就会排在 就是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半 那么我就知道 差不多一点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就知道说 一点我就可以去睡觉 所以我会从十一点半开始 排Europe 的这个meeting啊 然后八点啊 是什么的meeting啊 然后再排回来六点是怎么样啊 然后再排回五点是怎么样啊 三点怎么样啊 一直排排排排 从end of the day 慢慢排排排排排 到最前面来 就是刚刚睡醒的那一天 那个耐山啊 所以在 在这一方面的话 可能我是这样排的时间 会比较适合我 因为我觉得说 可能中间有一些卡住 或者是有些人 不可以attend我的meeting 或者是 我那个人突然间 没办法来meeting我啊 或者是like 比如说你在做sales啊 那么他不能meeting你的话 你知道 诶 这个时间是空档的 那么你可以把后面的 拉来前面一点 那么的话呢 你可以把 那么你可以早点 放工啊 是不是 所以 时间的安排 我的个人的安排是这样 所以我希望说 今天我有个小小的这样的分享 那我希望可以帮到你们 好不好 OK 谢谢你们 如果有什么想要 问我啦 分享的话 那我知道 然后呢 PM我 我尽量帮你 找一些资料 然后 看看是不适合啊 大家可以分享分享 大家一起学习好不好 谢谢你们 OK 好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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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